人生如梦 似水流年 这一辈子 不太好活 从嘎拉一降生 离开母体 到两腿一灯燕气 这几十年呢 是坎坷不平 说我日子过好了 我有钱 有地位 你也有一定的难处 说我没钱日子过不上来 也有一定的苦处 要说什么事都没发生 什么都一帆风顺 那简直是太少 太少了 就拿螺旋 螺子针来说 堂堂正正的君子 奉公守法 结果还深遭不测 受人陷害 外边没什么事 家里边有人 就出来在马市 几乎间把家害的是 家破人亡啊 像这种事 你能预料得到吗 幸亏遇上 房淑安和白云瑞 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 你看房淑安 说是说 笑是笑 遇上这种事 遇上这种事 把老方啊 肺子都气炸了 他取出口宫来 全让他们写上 摁完了手哑了 老方把小片刀 边编绝边编绝 把后曹牙咬地 咯咯咯山响 你们听了 人生在世 就应当归归归归 做个人 可你们俩 可你们俩却凡其道 而行之 马市是牛夫之妇了 竟敢勾引奸夫 陷害本夫 手段残忍 罪则严重 我鲁帽 你爹是组兵 你小子就应该 好好读书 或者习母 为国家处理报效 娶什么媳妇 娶不着呢 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 害了人家你家人 你觉得这样就好受吗 你们别忘了 害人 先害己 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 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 说完了之后 老方手起道落 咕噜咕噜 两颗脑袋给砍下来 云瑞一惊 转 你怎么给杀了 不杀 留着干什么 哎 死人口里无有招队 留着他们 还可以当堂对共 不用了 有这张纸就可以了 非那事干什么 等咱俩俩 拍了拍了屁话 你走 这这鲁帽 就像他手眼通天 又活了 不如这只 把脑袋给拨了下来 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 云瑞一听也对 怎么办呢 把两具尸体 揪到床上 拿背话给盖上 被地上的血迹擦了擦 方叔安把帐帘拽下来 把两颗人头包到里头 揣着他们俩的口供 也俩离开屋了 起身奔钱窄 可他们在一折腾 老太太听见了 把灯点上来 正要下地出门看看 白云瑞和方叔安进来了 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 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 老妈妈 老伯母别怕 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来看您来了 您别怕 说不害怕也不行啊 老太太瞪着眼镜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 云瑞满脸陪笑 您就是徐妈妈吗 啊啊 您儿子是不是螺旋螺的爷 啊对啊 听说他贪了官司 一句话老太太哭了 被人家害的 哎呀我的儿啊 别哭别哭 我们就为救您儿子 老妈妈您放心 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 奉包相所差 为你儿子来的 你儿的官司有头了 现在我们救他出运 啊 包青天派你们来的 那我儿得救了 您哪也别太高兴了 把家收拾收拾 我们现在就去啊 一会儿呢 你们母子就能团聚 最迟 明日中午以前 我们就能回来 那位说这么高兴的事儿 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了 您别忘了 这年纪要大的人呢 容易犯病 架不住刺激 不好的事儿 他也受不了 太高兴的事儿 也受不了 往往高兴的过分了 还咽了气了 因此云瑞和房淑安 再三的宽慰他 老太太是个明白人 这才扁头 不过云瑞和房淑安 可没说杀人的事儿 要一说 后边还有俩 无头的尸体 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 交代完了 爷俩起身 到街上 三更天刚过 起身奔县衙 他们白天 把道都踩好了 没费 出一回之力 越墙而过 直奔县太爷的住宅 一看书房啊 长着灯呢 隐约约 有人说话 啪啦啦 还有算盘的声音 方淑安和白军瑞 偏破窗灵纸 往里边一看 屋里有俩人 正座 做个当官儿子 二不高 长得挺瘦 相貌跟猴差不多 一缕山羊湖 往前撅撅着 年纪也就在四十八九 穿着软段子衣服 一看就是县令 在他身旁 站的是账房先生 有几本账 在桌上摆着 在这先生的眼前 放着个铁类木的算盘 两人正在结账 就听这先生说话 太爷 到月末 咱们共能收入 四千五百两白银 只限一皱眉 怎么 才捞回那么点银子来 不少了 咱们海康县这地方 他本就不负 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 不行 不能低于五千 明天 明天你再想法 这个 刘大户他们家 那个账结了 回太爷 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 送来多少 一千五百两 少 再给他加点码 不能少于两千 啊 试试 西关那边的水都收了 早收了 不行 还得加两成 从收 试试试 白玉瑞和房淑安一平 这什么果 贪管 跑到这块 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 言出就是法 他说怎么的 就得怎么的 可真是山高荒地远 为所欲为啊 这要在包的人眼皮底下 早拿狗头砸 把他砸了 正在这时 俩人不听 方淑安在前 云瑞在后 推门进了屋了 他们俩这一进屋 可把这支县饭全 和这帐房先生 吓得不轻 啊 是不是 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通报 就进了屋了 真是胆大包天 方淑安拎着把刀 来到支县面前 冲着他 呵呵一笑 这一笑比哭都难看 没等支县清醒过来 方淑安的小片刀 就压得到脖子上了 别说 你们是强盗 你才是强盗 你是变相的强盗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 干什么的 让你看看 你看看你就清楚了 方淑安说实话 把装人头的那包 摆桌上了 解开 往前一推 你看看 今天给你送礼来了 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 再加上这两份 得多少钱 这支县一看 我的妈 血色活俩俩俩脑腿 都呲牙咧嘴的 把那帐篷下的 还有一声就坐在地上 把一顿拎着脖子 把他拽去 去 别装熊 二位啊 你们是陆林好汉吧 这这这这 这哪来的人头 告诉你吧 这个女的 姓马 这男的你太熟了 没少给你送礼啊 一共前后送了九次 广白银给你送了一万两 对不 这不你们雷州总兵 卢的成的儿子卢貌吗 啊 你们把他杀了 对 把他杀了 没完事 还得找你 你算账 你们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想让你这位县派爷 移工置工 把背屈寒冤的人 放出监狱 给罗玄 罗子珍 昭雪 哎 啊 这这 这样做 有点过分吧 他 他的案子已经定了 他要判凡 他的大宋 你放屏 你放屏 你们那叫栽赃陷害 看 这是鲁帽 招的工 你瞅瞅就 听出了 这支线 眼都花了 哪看得下去 那你 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把云瑞瞪了 方出安逸 哪有功跟他废话 干脆 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 依儿俩 从腰里的一伸手 拿出龙边信票 啪啪 往桌上一扑 看 我们是干什么的 这 这回饭泉呢 看清楚 开封府的大宴 在上它盖着 黄上的玉玺 在上它卡着 开封府 二平将军 三平带到玉前护卫 白云瑞 开封府 五平带到玉前护卫 房淑安 谁见这不害怕 这支线都尿裤子里了 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他还感觉到奇怪 开封里我们这千里之遥 怎么这个事闹到京城里去了 开封府的包的人 还能派人下来吗 要了我的命了 他爬到地上 跟磕头虫似的 一再认罪 白云瑞叫他起来了 范特爷 你认不认罪 搁到后边 我且问你 罗璇究竟冤不冤 冤 太冤了 冤你为什么抓他 我鬼迷心窍 剑裁眼开 我 我 我密的良心 我 行了 承认就行 那么你说 这案子怎么办呢 这 我马上就断 马上就断 好人 我都放了 这就对了 现在我们在这等着 你把罗璇就提出来吧 当着我们的面 给他招雪 哎哎哎 我 我先生 快去踢了 说着 拿了飞千根火牌 先生往外走 方淑安 怕他们耍鬼点子 在后他跟着 半个时辰之后 把罗璇提了 接着灯光一看 好相貌 这罗璇是个大哥 面似姜黄 无关带着忠厚 不过蹲肩坐鱼 吃了不少的苦头 脖子上 胳膊上 腿上都是伤 眼眶的都是青的 尽管这样 也折不住他的英雄气概 支线赶紧命人 把手肘脚铁 刑具撤掉 又点头又坐椅 搬了把椅子 让罗璇坐下 罗璇一看 这怎么回事 在他旁边 坐着个漂亮的小伙 傲骨 凝风 气度不俗 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 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 还没鼻子 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 其实这一丑一军是干什么的 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 只限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 最后跪到罗璇的脚下 恳求罗璇是高抬贵手 罗璇才清楚 啊 是这么回事 真没想到 开封府 还过问了此事 他见过云瑞和方淑安 再三再次的称谢 一看支线那副模样 也就算了 再说 处置支线的事 那是上边的事 他有什么权利 所以罗学罗子珍 就没说什么 最后支线一想 我这事得了结 老他们选着不好办 会在白云瑞方淑安金钱 再三再次的哀求 云瑞说这么办 你还做你的支线 听后处理 关于这个案子 怎么样了结 你看着办 云瑞交代完了 跟方淑安两个人站起来 陪着罗璇离开县衙 这位支线暗中教苦 怎么了结这个事 咱不必细说 天放料 他们到了家了 等把门砸开 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 没想到儿子回来得这么快 你儿俩一见面 抱头痛哭 哭吧多事 老太太这才说 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 不然儿子 不然而你就一碗趁海底 咱们娘俩再也见不着了 是啊 娘说的对 我得感谢包青天 感谢白将军方护卫 都说完了 方淑安一笑 我说罗的爷 还有点事啊 给你找麻烦 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 那还有点麻烦的事 有两具尸体 没脑袋 你也别害臊 既然出了这个事呢 想遮盖也遮盖不了 那都是肩负淫负的尸体 麻烦你啊 他套了辆车 让人送到县衙门 交给那张军 他爱怎么办怎么办 哎哎哎 螺旋一一照办 把这件事处理完了 倒傻磨了 留下白云瑞房船吃饭 这么一问 才闹清楚 闹了半天 不是开封府特为这个事来的 而是巧遇 为什么来 云瑞讲得清清楚楚 请螺旋出头破七星楼 螺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 当时就咽不下去了 把筷子放下低头不语 方叔阿姨想这才较劲呢 这位心里怎么想的 大概不乐意 看得一样不像高兴电 我说罗大爷 怎么了 莫非有什么难事吗 真格的 我们救了你一回 求你帮点小忙 你还能推达吗 你还能推辞吗 不是不是不是 二位凭我说 关于破七星楼的事 我是万难答应 为什么呢 是这样 据你们二位之一介绍 这个事闹得可太大了 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 望大说 甚至关系着国破家王 小可不敢拦这个差事 我要破了七星楼 皆大欢喜 一旦我破不了 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 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 我是死有余辜啊 因此我不敢答应 哎 你想的太多了 没你的事 咱这么说 你帮忙是人情 不帮忙是本分 你出了头了 尽力尔呗 破了当然更好 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也不能说 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 永略也这么说 不过这螺旋呢 还是一个劲晃脑的 二位 因为当初一日 修这座楼呢 是我老师修的 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 我老师就是精卢酒炼 精官道人 孔先知 孔老健客 修楼的目的 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金券 绝不是为了商人 我师父把楼修好之后 把楼图 一事三份 我师父自己带了一份 给了我一份 还给了我师弟 五星昆仑子 公事粮一份 这个楼图呢 我也熟悉过 如果说 圆方未动 就是当初我师父修的那个原样 我当时伸手就破了 我也不用看图 我就怕人家改动了 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 倘若萧道成他们 又请了人 在里边给改动了 跟当初不一样了 我到了一碰这消息 蛮不是那么回事 把人给杀了 这责任谁付啊 这是我不敢答应的 头一个原因 第二 三仙观的萧道成 心狠手狠哪 再加上金灯剑壳下水梁 我佛昆仑僧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 我死没说的 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 我应该报答 可我娘怎么办 我就把我母亲受了牵连 说着话回头看看她娘 老太太真懂事 把脸望下一沉 罗选 言之妞意 岂不知 受人点水之恩 必须涌全大报 你不要找借口了 娘我也豁出去了 纵然为此事 受了猪脸 做了刀下之鬼 我也心甘情愿 孩子 你就放心的大胆 跟恩公们去吧 方说安逸厅把桌子一拍 这老太太 哎呀 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 心里的透明本 好 我太赞成了 我说罗的爷 这回你没词了吧 罗选真没词了 跪在她娘面前了 娘 你说的是真的 完全是实话 你就放心的去吧 好 既然娘乐意 我就跟随二位将军 起身赶奔三仙冠 等把事办完了 我马上就回来 再次奉老娘 我看 这个地方也不能呆了 我陪着母亲 搬到别的地方居住 方说安逸乐 哎呀 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 把以后的事都料到了 怎么办吧 要愿意搬家的话 包我身上 到东京去住去 我看谁敢报复 谁还敢碰你们 云瑞说对 开封府有的是房子 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 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 你就不要想后事了 螺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 他们一想 事在紧急啊 三天的功夫 再赶回去 时间现在都超了 恐怕家里人着急啊 就这样 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 螺旋带着应用之物 辞别了母亲 跟白玉瑞 方说安 登城赶奔 翻千岛 一句话 回来了 方说安 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去 报告中 来了 把罗的爷请来了 哎呀 把徐良乐的 帅领众人亲自迎接 把螺旋让在里头 彼此见过 徐良就问 老兄他 没遇上什么麻烦吗 一言难尽 不过事不大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徐良一平也乐了 老兄 俩请人再办好事啊 好好好 罗的爷 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 我跟白江军说了 如果里头没有改动 我就破得了 好了 但愿如此 头天无话 第二天 大家饱餐战饭 陪着罗旋 这次要大破七星楼